李宗盛雄議員 再次歡迎大家來到警方今天的記者會 先介紹今天三位來自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講者 大家看到台中間的是警司劉啟鵬 而在觀眾的角度網上看到左邊的就是總督察顏海欣 右邊的是高級督察張文漢 在答記者的問題之前 三位會案以下的順序先做過開場發言 首先是中間的柳Sir 然後是張Sir 最後是Madam顏 首先請柳Sir 謝謝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就商業罪案調查科針對洗黑錢 而進行的一個拘捕行動作出一個講解 鑑於詐騙案和洗黑錢案件的情況令人關注 商業罪案調查科在今年的五月份開始 展開了今次的行動 行動的代號叫權杖 本科客客的反詐騙協調中心 分析了大量騙案的資料 以及一些騙款的流向 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我們成功鎖定了一個以匯款公司作為房子的洗黑錢集團 這個集團涉嫌利用快類的戶口 在2019至2021年期間 清洗超過2億2千萬的黑錢 企圖利用匯款公司作為它的掩飾 企圖去合理化一些在銀行內大額的金錢交易 在清洗黑錢的過程之中 他們也會利用不同的方法 去將黑錢一層一層的企圖洗乾淨 另外我們也發現這個集團是有組織去招攬一些傀儡 來開銀行的戶口去協助他們的洗黑錢 到今個月的1號和2號 即是過去這兩天 我們進行了拘捕的行動 在新浦江這間匯款公司的地址 以及港九國區 拘捕了一共八男三女 他們的年齡介乎23至57歲 他們包括集團的主腦 也就是匯款公司的負責人 另外三名的集團成員 以及七名的傀儡人士 拘捕他們的罪名是洗黑錢罪 在拘捕的過程之中 我們檢獲了大量的證物 包括100本以上的屬於他人的支票簿 以及大量的電話、電腦 一些網上銀行的保安編碼器 以及一些轉帳的記錄等等 我們相信這些就是洗黑錢集團 去操控這些傀儡戶口的相關證物 這次的行動 我們相信已經瓦解了一個相當活躍的洗黑錢集團 稍後的時間 將文漢高級督察 會為大家詳細講解的案情 再及後 反詐騙協調中心的主管 顏可恩總督察 會就著相關的騙案 去作出一些詳細的講解 謝謝劉Sir 現在我講解一下 這個犯罪集團的運作 首先 集團主腦就會開設一間 有排的匯款公司 以及會租用一個位於新浦江工業大廈的單位 用來進行這些匯款公司的正常業務 與此同時 他們也會在這個單位上 進行大量的洗黑錢活動 之後集團主腦就會派發大量的傀儡戶口 給集團成員 當這些戶口收到黑錢之後 這些集團成員 就會在上市透過網上銀行 進行洗黑錢的活動 換句話來說 其實這個集團 就是利用匯款公司的業務來做掩飾 去掩飾他們進行一些洗黑錢的活動 而且這些牽涉收款的戶口 其實並沒有向海關登記 進行匯款公司的業務之用 在拘捕行動之前 我們發現這個集團 是牽涉用了13個傀儡戶口 清洗了2億2千萬港幣的黑錢 但是我們在拘捕的過程中 在以上的辦公室 檢獲了104本支票簿 而這104本支票簿 分別是屬於64個不同的銀行戶口 我們還在這個辦公室上 找到一些戶口資料的紀錄 包括網上理財密碼等等 所以我們在這個拘捕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集團 原來是操控更多的傀儡戶口去洗黑錢 另外警方還發現到 有部份的傀儡戶口是經過網上銀行 申請開戶的 而在開戶的過程中 申請人是需要上載自己一張自拍照 但我們留意到 不同的申請人的自拍照 在同一個地方拍攝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是有不法分子有系統地去招攬其他人去開啟戶戶口 總括而言 這個洗黑錢集團涉嫌在2019年至2021年期間 利用76個戶戶口 清洗了至少2億2千萬港幣的黑錢 而有部份黑錢的來源 是來源了18宗在本地發生的騙案 騙案的種類包括有電話騙案 社交媒體騙案 以及投資騙案等等 稍後的時間 我就要交給顏海恩總督察 講講騙案的詳情 好 鑑於騙案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所講的18宗騙案 涉及最年輕受害人的一宗騙案 這宗是一宗電話騙案 受害人20歲 男子 是一些內地來香港讀書的大學生 他在這個騙案裡總共損失了港幣大概36萬 案情大概就是 其實他在今年2月底 他家裡收到一個自稱中國移動電信箱的來電 騙徒在電話裡 能夠立即說出他的名字 以及他中國身份證號碼 同一時間也討稱 受害人被人用了他的身份 在內地登記了一個電話號碼 是和一宗騙案有關的 受害人繼續聽下去 電話繼續轉播到第二個騙徒 這個騙徒自稱他是一個內地的執法官員 聲稱受害人被人用了他的身份證號碼 去登記一個內地的銀行戶口 涉及清洗黑錢 就說是人民幣40億 騙徒立即提出要受害人交出保證金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他立即親身回到內地去解釋 同一日 其實騙徒立即要求受害人 去開納一個Telegram 去跟他溝通 亦都指示他上一個網站 要他在一個網站上輸入自己的銀行帳戶號碼和密碼 這個案件何時揭發呢 就是到四月尾 受害人收到他的銀行預結單 發覺他裡面的錢沒有了 他才自仿然大悟 他立即想跟騙徒了解發生甚麼事 但發覺Telegram的用戶名已經被剷除 所有對話紀錄也被清除 他沒有辦法進回相關的網站 這些所有損失的金額 其實都是他爸爸媽媽給他的生活費 其實在今年1月至9月 我們警方接獲差不多735宗電話騙案 而當中其實有90多宗受害人 都是一些內地離香港讀書的學生 我們反詐騙貼條中心留意到 在這幾個星期其實 都有為數不少的內地留學生 成為了電話騙案的受害人 而這些學生其實分佈於12間 在香港不同地方的大專院校 我們相信原因就是可能疫情放緩 令到學校其實都恢復實體課 很多內地生就回到香港讀書 而很多內地生其實都比較少 留意香港的新聞或者騙案 所以我今天想借助大家的力量 再次作出有關電話騙案的防騙呼籲 希望借機加強市民 特別是學生們他們的防騙意識 首先第一 如果是境外來電 它前面所有電話都是有個加號 如果大家收到一些加852 其實這些都是海外來電 但就假裝本地的電話 大部分這些電話都是電話騙案 所以大家記住 認住加852這個號碼 第二 執法人員調查的時候 絕對不會要求任何人 去透露任何銀行密碼這些資料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大家要停一停想一想 應該向相關機構核實來電者的身份 第三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料 特別是銀行的戶口號碼和密碼 第四 也不要在一些來歷不明的網址 輸入相關的資料 第五 大家謹記防騙三保 收線核實穩求助 最後 如果大家 遇有任何懷疑 可以致電警方以防騙熱線18222 作出諮詢 接下來是問答的環節 請右耳發問的記者先舉手示意 拿到麥克風之後 說說你代表哪個傳媒機構 然後發問的 第一個問題 請問問被捕的其中七人 快裡戶口的被捕者 他們收取的報酬是多少 以及今次警方也檢獲了104本的支票簿 可不可以講詳細一點 這個集團利用這些支票簿 都是用來做些什麼 謝謝 好 就著你第一條問題 根據我們調查得知 這些快樂戶口的持有人 他們賣出的戶口 價錢又不同 但約都圍繞著幾百至幾千元左右 第二個問題是 支票簿 他們的支票簿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他們除了有用網上銀行清洗黑錢之外 他們亦有用發出支票的方法清洗黑錢 所以他們為何我們能夠檢獲這麼大量的招票簿 還有問題 第一行的各位女士 你好 有線新聞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主腦的角色 以及一些成員的角色 以及怎樣發現這個洗黑錢案 剛才說到拘捕了那十一個人 是不是就是全部人 我們再重複 剛才這個集團主腦的角色 第一 他會開設這間匯款公司 第二 他租用新浩江的一個工業大廈單位 作為寫字樓 第三 他提供大量的快樂戶口 給集團成員使用 這個就是主腦的角色 至於集團成員的角色 他們純粹根據主腦的指示 去清洗黑錢 第三 我們怎樣發現到這個集團呢 就是因為我們反集片協調中心 他們經常做一些情報交流 以及分析不同的騙案 所以經過情報交流 分析騙案之後 我們就發現到這個集團的存在 最後 其實這個行動是未完結的 我們在今次行動裏面 除了找到這個集團主腦 部份的成員 我們接下來 五排座會有更多人被拘捕 包括 在剛剛 早兩天的行動裏面 找到的一些法律戶口持有的人 我們都會繼續有進一步的行動去跟進 下一個問題 最後的韓國的女士 你很商臺 第一題想了解一下那個 匯款公司其實什麼時候開始開納 用了多久用作洗黑錢 第二個問題想了解一下 用作拍攝那些自拍照 申請網上銀行的地方 其實警方有沒有了解過 是影樓 還是什麼地方 這件事有沒有說 有一些人是被捕的呢 第三件事想了解一下 那些洗黑錢 那些金額的來源 除了詐騙案外 還有什麼案件 另外就是 這麼多宗詐騙案 一共涉及多少位受害人 他們分別的受害金額是多少 第四條問題想了解一下 Madam有提過 說內地生被騙的情況是有上升 可不可以提供到多些數字 就是今年的情況比去年多了多少 麻煩 好 我先解答你第一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這間匯款公司 根據我們紀錄 他們2011年就已經成立了 就如我剛才所說 這個集團 暫時我們警方調查到 牽涉了在2019年至2021年 進行洗黑錢 換句話來說 他們進行洗黑錢行為 起碼有兩年 第三 剛才那些法律戶口 那些自拍照 那個背景 我們調查到 是一間餐廳 第四 我們剛才說 這些戶口 所收到的黑錢 就是來自騙款 其餐廳的黑錢 其餐廳的黑錢 也是我們調查方向之一 其餐廳的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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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言 你說暫時 了解 所以你說 那麼既是從18深入 Muk PJ 如何fад到 development 鮮宏審 更加你看 的人 ning黄 是 那樣 機製品 是 可以說 你問 ilians 知道 how did the crime syndicate recruit their members to open the bank accounts thank you because we can see the victims of those 18 scam cases they transfer they transfer their money to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culprits and then the culprits transfer the money to the syndicate of to our to the bank account of our syndicates that means the the 64 bank accounts and uh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you said there were 18 you said there were 18 scam cases right um so were any people involved in those scam cases uh in any way connected to to those arrested in this case you know were they part of the same group the same syndicate and also how many people were arrested in the previous 18 scam case uh for the numbers of people arrested for the previous 18 scam case we don't have the figures right now we can get uh have vprp to report to you and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cam cases and the arrested person of our cases that means for the money laundering case their connection will be our will be out the focus of our investigation to to summarize a bit uh at the moment we can see that this is a syndicate for money laundering um we can see from the account those proceeds uh derived from the number of scam cases but as i just mentioned uh the process has been laundered for a number of layers so we are still establishing if there is any direct connection uh between the scam cases and this syndicate um that's why we will further uh investigate into it and we can't exclude the further possibility to arrest more persons 下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韓國的男士 請問一下這個集團呢他是用什麼途徑或者用什麼手法去招募一些人去清洗黑錢 還有就是就是跟進回內地生的情況呢其實是不是就是那個case他是那個騙徒有沒有說他是怎樣得知到他的身份證號碼啦 還有就是他的個人資料啦還有就是是不是有發現到就說他用這個就是他本身用一個合法的回款公司來 裏面的 可以用來做作紡紙嘛那其實是不是海關方面的 就是你們是都會跟他們聯絡訪問是發現到就是他這間公司是有些不尋常的情況呢 三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怎樣招攬那些法律戶口呢 我們初步調查得知 他們都是用一些賺錢的形式 去招攬一些公眾人士 去做一些開戶口的非法勾檔 以幾百至幾千元的報酬 去將一些求職廣告 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找這些人士 第二點就是內地生方面 由於現在的網絡世界很發達 不同人都在網絡世界流出不同的資料 所以騙徒是用不同的非法途徑 去得到這些資料 我們都認為是不太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呢 那麼多一些不同類型的騙案的騙徒 他們都能夠講得出部分 一些公眾人士的個人資料 到最後這個匯款公司 我們是有與海關作出相關的聯繫 在今天的拘捕行動之後 我們都會繼續與海關 就著這間匯款公司的牌照 作出一個檢討 看看他還適不適宜 繼續進行金錢服務商的業務 最後兩個問題 最後一個韓國人女士 有商臺的想補問一下 就是你剛才說招攬公眾人士 就是開始這些法律戶口 其實他們是經過社交媒體 所以認識到這些人 還是可能是朋友打朋友 去找到這些人 第二條問題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餐廳那方面 其實警方有沒有了解過 就是那間餐廳是負責人 或者相關 有沒有這些相關的人 是跟這個犯罪集團有關係 麻煩你 招攬那些法律戶口成員 招攬那些法律戶口成員 其實跟我說 不同的途徑都有 有些跟我們是情報所知 有些可能是網上的社交平台 有些可能是用電話 亦都不排除有些是經過轉介 至於那間餐廳的負責人 等等 我們暫時看不到 跟這個案件有直接的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第三行各位 您可以再說一下 如何犯罪集團員 招聘了合作員 去開啟賬帳帳 你也提及到他們 招聘他們 通過一些工作項目 不明是有些人招聘 招聘了可能不知 要有些人招聘 可以使用監控 以為了一些人招聘 可否也會被罵罪集團 這些事情 請問他們 請問他們 有些人招聘 通過很多 公司 或是 工作人員 这是他们对公司的公司拥有很快的金钱 第二个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有关的知识的讯息是我们的研究 是我们的研究是我们的研究 那今天的記者會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